大家好,欢迎回来军武器言和科学新知的节目 我们用科学角度去切入一些军武的武器 令大家更能够明白原理和迷信能够破除 今天邀请了陈博士,陈博士你好 Larry你好,何卫好 我们今天有一个很有趣的武器 有些人叫超空抛鱼雷 超空抛鱼雷,我想大家看什么卡通片,海拆河河 那些超空抛鱼雷,或者以前听过 在前苏联冷战时代,他们有一只超空抛鱼雷 听就听过的,事实上如果第一 你说在世界上现在的科技去做 那究竟能不能够做得到的呢? 那原理难不难去做得到的呢? 那这个年代都已经做到,大家看到 包括有高抛鱼雷的武器都已经出现了 那如果在水底里面呢,去追求一个很快的武器 是否现实的呢? 还有这个武器其实只有一个快字 是否真的有用呢? 还是其实在水底里面呢,还有其他的因素 比快更加重要呢? 所以今天很多呢,整种呢,就是我们那些疑团呢 就是围着我们讲到在海底上面的世界呢 今天呢,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当然了,开始之前,大家记得 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及大家都记得给个like 好,今天我们进入这个课题 今天讲的是超空抛鱼雷 那其实呢,我们讲到超空抛鱼雷 我们一般呢,我们经常讲的鱼雷呢 通常有些限制呢,第一呢就是 如果你的二战那些鱼雷呢 簡直是直线的,是吧? 但是后来呢,他们又玩了很多种玩法啦 包括日本仔最变态啦 把个人进去,去操控之处 够敢死的 那接着又锁了给他出来 那后来也都有很多 例如他自己推进的方式啦 有些就用线道鱼雷去追着他啦 那有很多不同的玩法的 不过鱼雷怎么算都好呢? 第一,他的射程就有限啦 第二个,他的速度都很有限 因为呢,水的密度呢 就是大家能够想象到是相当高啦 那所以就算子弹呢 在空气的行进和在水行进呢 其实他表现出来呢 都是特性会相当之不同啦 那所以其实呢,鱼雷的发展呢 一直呢,就是我们去观察啦 那不会说好像飞弹那样呢 就是可以那个速度呢 追求到那么大的进展的情况 那所以其实超空抛这个原理 或者超空抛鱼雷这件事情呢 事实上那个突破呢 是不是真的是很破天荒的呢? 那我都这样讲啦 你如果数回俄罗斯甚至前苏联呢 都很多时候呢 是有一些很令人惊喜地快的武器 那你说如果最近你看俄乌战争 他们说他们那些叫做高超音速的飞弹那样 那当然不是说只有俄罗斯自己有 但是你发觉呢 俄罗斯啊、苏联啊 既然有份和这个美国去做军事竞赛的时候呢 一定是有些东西斗快 不是就是说斗快上月球 而是弄出来这件事飞得斗快 是吧? 斗高啊、斗内啊、斗远啊、什么都斗的 那我们知道就是说 如果你在天空上飞的那件事是够快 那你要折去的难度就高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呢 在俄乌战争里面呢 那些高超音速的匕首导弹 和那个外国者导弹的那种斗法 那就可以暂时的结果 我想Larry 你自己另外的节目都有看到啦 那好了 这个是天上的东西 那不止的 那在水里面又怎样呢? 那正如你刚才所说的 你要一件事在水那里快 其实又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可以整个 可能那些潜艇那些 你给几个引擎去 让它快一点 但是照计来说呢 如果那件事不是一个载人的潜艇 不是载着那么多的载在上面的时候呢 照计我们应该有些方法是令它更加快的 就是譬如你说 天空上面载人的飞机和载人的飞机 照计不载人的飞机 我们有能力令它快很多 但是水下面又有另一个故事了 因为无论你载人还是否载人都好 大家都要面对一个这么大的水座 那种力不是纯粹的 就是如果你在天空上面飞机 就是空气的阻力有 但是不是说可以大到一个地步 是影响到你本身 就是摆不摆人上去的那样 但是如果你在水下面 你其实就是你摆人好 不摆人好 你面对水座都比较大 所以你怎样有效地令到一件事 无论它载人还是否载人好 你能够有效地令它在水下面加速到很厉害 能够一个地步 能够挑战到对手难倒呢 那一样会有人去研发这个方向 其实想得到要讲这个题目 其实都是不外乎 我们都有留意到 都近这几年 都不是近牌的了 近这几年 就算伊朗啊 俄罗斯啊这些国家 他们都会在研发着 这些叫做很高速的鱼鱼 那怎知道为之高速呢 其实可能Larry也帮忙补充一下 我们一般在水上面行的东西 我比你快到是一个快艇也好 那你不是在讲水面上面的东西 快极你几十节 就是每小时几十海里 但是水下面的东西 你如果现有的鱼鱼是50节左右 所以如果你说是超快速的鱼鱼 都是在讲一些完全可以超越到50节 这个数字的这些这样的鱼鱼 现在我们其实看到俄罗斯 其实是发展一些超过100节的鱼鱼 如果转回单位来说 是讲到每小时是200里 或者如果转公里的话 是每小时超过300公里这样的速度 在水底下面飞的一些鱼鱼 所以会不会造成很大的威胁呢 如果大家听下来 在水下面走到每小时300多公里的东西 其实你会发觉 不是比飞机慢很多的 当然飞机一定是快的 但是在水下面都可以做到这样 所以接下来一定要讲一下 就是他们有什么的理论能力 和实际技术操作能力 令他们能够将鱼鱼达到那么快呢 所以陈博士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超胸泡这个现象 其实我们看卡通亚漫话也有讲的 听名字你觉得是什么 听到就是他整个胸泡包包着它 然后向前下就是这样 好像是一只泡泡浪噴了 你觉得这件事很无患 因为你已经讲到气泡了 是的 整件事没有霸气 其实不是的 如果你说英文有一个字眼叫 supercavitating 其实我们尝试把它译到 就是一种空 和空泡有关 如果你把super的字译到它 就变成超胸泡了 其实是的 他的确是讲一样东西 你是用空气包着鱼类来飞 空气包着鱼类来飞 如果你只是想到一个肥皂浦浦浦浦浦 那么慢 那么远 那么可爱 那当然不是那一回事 他其实就是 我这里可以打个比喻 其实我想很多朋友 你自己也好 或者你跟小朋友玩也好 去那些你要给混代币 去玩那些游乐场 除了玩那些夹风仔 扔篮球那些之外 波波池之外 其中你会记得是玩那样东西 是一张桌 那张桌子 就是小小的 就是比麻雀桌大一点 就是长方形 它不是四方 上面会噴空气 你进银子的时候 它就开着 桌面上会噴空气 它就有凹几只圆形盖 那些碟在那里 你就和对面在那里对打 在那里 如何将那个圆碟 射到对方的楼门那里 那只圆碟在桌面 因为有些空气噴出来的关系 没什么阻力的 于是它很快速地彈来彈去 很好玩 多多时间足够 它的噴气熄了 那只圆碟就和桌面很大摩擦 基本上你就玩不下去了 原来这个原理 是可以放在水下飞行的东西那里 也是透过空气给出来的一个 银子的效应 那这次呢 就不是说一张桌面上面 一个空气的银子 而是你尝试将整个鱼类 外面包一阵的空气的银子 就让它整个鱼类 就可以在一个空气包着之下 就避免了和那个水里面有摩擦 这样继续去飞 其实我想到这个方法也是很聪明的 就是因为你如果硬 将一样东西去硬食水的阻力力爆下去 是很无效的 你很多的能量就散失了在水的阻力那里 那你唯有就是说 我可不可以找一些特性 拿到我呢 可以帮我将这些空气很轻易地挨开 而我那样东西本身也是一样 很轻易地变形很容易产生的东西 于是乎就利用那样东西包着我 所以它其实想到就是用空气来包着鱼 来让鱼类在一个空气气泡里面飞 于是乎就 我们由这个理论开始 我们可不可以将一些 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将鱼类飞到多快呢 所以有了 其实基本上就是 你如果在水里面能够做到这么快的鱼类 你一定是super cavitating的 一定就是有一个气泡包着它 这样才能做得到 那如果是理论上 如果做得到这个空气泡化呢 是不是真的令到它的速度 可以去到提升到这么可怕 因为前苏联其实它 都有一只武器的 就是用这些超空气泡鱼类 其实说了很久了 就是这一只 但是一直在苏联解体之前 就有说了 但是就不太知道它是什么 就是它的原理 拿出来使用的时候 首先它的好处 或者当然有好处 可能伴障一些不好处 还有没有实际上应用的困难 这些地方 首先讲一下它的技术困难在哪里 你是想要有气泡包着鱼类 其实就是这样的 你想象一下 如果一只鱼类是不动的 那你怎么才能弄到气泡包着鱼类呢 可能你是不是想着 我将整个鱼类外面 都弄了很多的气孔 令它好像不是出汗 好像在一起排气 于是乎整个鱼类上面的孔孔 一起排气包与鱼类 实际上就不用弄的 因为你的鱼类不是静止在那里 你会向前飞的 所以其实你只需要集中 在鱼类尖尖那里噴气 然后那个气泡 就会自动在你 在顶上产生气体的时候 你那支鱼类就会向前挤到气泡 整个气泡就会向后 一路就会自动包与鱼类了 所以现在的关键就是说 你设计的时候 你就需要在那个鱼类尖尖去噴气 然后噴的气量要有多少才行呢 那其实就很视乎你的速度是怎样的 当然你如果那个鱼类本身的速度越快的时候 你也都需要噴气噴得越快 令到它的气体 你立刻可以完全就在鱼类表面流过 造成那个气泡包着鱼类的效果 但是不可以太多 太多不着数是什么呢 你前面有个气泡向前噴 是阻止你走的 你有些东西 你一路向前走 但是你一路向前噴的东西 所以其实你如果噴得太厉害 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阻力 你噴的气又不能太厉害 太少也不行 太少气泡不够的 包不够你的鱼类 所以一定要就着你本身的鱼类 自己本身的飞行参数 就来去设计 你自己懂得去调校 适当的噴气量 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很多 流体力学的实验在背后 这里也看到 就是起码 我们看到俄罗斯是放了很多心思 相信它也是继承了苏联的一些项目 没有停了 继续这样去做下去 其实在其他国家 它不只是做鱼类 我旁之说多一点就是什么呢 譬如你在说德国、美国都好 他们有人研究一种可以在水下面 飞得很远的子弹 就不是说鱼类 是说常规的子弹 我们知道就算你看那些 荷里活片 看港产片 有枪战片 其中一个很喜欢玩的游戏 就飞得不远的 就是几尺 就是一米起两米子 基本上那些子弹就打不下去了 所以如果你能够潜在池底里 就可以避到子弹 其实这也是 但是就这么说 如果我们将子弹的弹头设计 改一改 改到它能够 好像一种穿甲弹那样 有个尖头 这种尖头 也都是令到水磨擦的时候 能够产生到一个短暂 而且变化很大的加压和减压 其实都有能力帮我们 在那个子弹头为止 产生到一些气泡 那个气泡 基本上就是透过 你去和那个水去磨擦 撞击 令它可以产生到气泡出来 出来的效果 当然就不及得你自己喷气那么好 但是在那个 你就算看 那些叫Supercavitating bullets 那些超空泡的子弹 你如果上网去找这个字眼 你都会看到那些子弹 比平常的子弹打得远很多 其实打到60米是不成问题的 所以你说如果 我和Leary都有提到 你说如果当年洛曼帝登陆战 我们看到那些人在坛头 躲在水底里 有些在水面已经中了子弹 但是如果你有了这种 能够破不是穿甲 是穿水的子弹可以那么厉害 基本上那些人在坛头登陆战 就可以死了很多 其实里面的原理 和我们刚才说的那种超空泡 鱼类的原理一模一样 都是透过你产生到的气泡 包住了那件投射物 然后让它可以减少水了 让它飞得更加圆 当然了 如果在鱼类里 我们可以源源不绝供应 那个气泡 让它继续飞的话 譬如如果我们的鱼类后面有个火箭 火箭会产生气体的 那些气体某部分是拨去前面 令它产生气泡 来包住鱼类的时候 其实这个正正就是 俄罗斯现在搞这种超空泡鱼类的原理 技术里面是不是成熟呢 我们知道它正在搞 也有事行 大家不知道 你听到我觉得 是否一件很厉害的东西 和很大威胁呢 不知道你怎么看 我听完就当然觉得很厉害 但是你又发现 美国佬真的一点都不害怕 他们听到有些这样就这样 他们没有反应的 第一他们没有震惊到 立刻就叫几个武器生产商 Lucky Martin 雷神 你立刻帮我弄回这些东西 例如你见高车出武器 他真的看到 例如说你中国和俄罗斯 现在你都在列装 匕首啊 东风十七 立刻自己都 立刻三军 立刻就每一个军众都派钱 大家一起去做 那么你明显见到 高车出武器这件事 美国佬是害怕的 所以你一做 他立刻就有反应 很快点 那么他的技术就是说 他落后过你 但是他就没有你 可能临床那么快 或者他要一些时间 去砌一件东西出来 但是anyway 就有反应的 但是这件事上面 我见美国佬就没有反应 是啊 是啊 你见我就算找这件新闻 是很吵的 吵的位置在哪呢 在火箭的位置 另外就是 他表面上去喷气的位置 来喷气泡 来包着鱼雷的位置 已经可以很吵 那么又要想一想 你高超音速武器呢 你是在说 你飞那件事 是比音速快 你基本上 你是要透过卫星去追踪 而且他飞的距离也是偏长 你的反应时间可能以分 令到你的反应时间是以分钟计 你要精确地去打击他就难了 但是你要留意 我们讲这种超空抛 越来越在水上飞那些 它不是在水下面超音速 它也不可能在地面超到音速 你计算一条数 每小时300公里的东西 其实一个方程式都做到的速度 这种东西它不是超音速飞行的东西 那又要留意了 超音速你是超地面上的音速 还是水下的音速 这个声音在水底流传快很多 这个我们是一般声纳的原理 我们知道的 在一些密度越高的环境 声音传播得越快 所以我们在固体的声音传播 比在液体更快的空气 空气那里每秒300多米 在水里快几倍 接着在固体里再快几倍 现在这件事情 它都快不过地面音速 快不过水下音速 它这么大量产生这些气体 那些泡泡噴出来爆一下 那种产生起来的机械震荡 其实是一个很吵的东西 那些声音其实都会比起鱼雷 快很多就已经被敌艦去偵測得到 这件事情你就发觉在地面上没有 如果在空气上面飞 就不是这回事 空气上面飞 你那支弹来了我才能听到声音 因为你是高超音速 但是在那个超风泡鱼雷 它超不到音速 但是没有个弹鱼雷飞过来的时候 已经打罗打鼓 告诉你很吵了 这样 那个噪音来自噴射引擎 也来自噴那个形成气泡那一下 所以就是说它变成是一种 很大罗大鼓 飞得很快 但是很大罗大鼓 就是告诉你我快要来的一件事 它甚至乎是暴露了 去发射的潜艇 所以由这个速度 和那个升速快马的关系 你不容易想到 那个威胁似乎就是 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是 因为听下去 他比一般鱼雷飞四五倍 但是始终如果由他发现到 他去拦截他 又未必去到高超速武器那么困难 另一个就是说他 就是被对方 刚才陈博士说 他被对方发现他的机会率都高 所以就变成 如果单打独斗就这样去用这个武器 他有先发优势的 但是之后就没什么特别 优势可言 如果被对方找到出来之后 所以他就只有第一击 就是我们叫做第一击 第一击那一下是有点威力的 但是长此下去 都不是说很特别的 还有我们在潜艇作战 我们第一件事都是说 你最重要是stealth 你要够隐形 所以如果你本身潜艇本身很隐形 但是武器会被对方发现到你的话 就其实都危险 有时候你第一击人 不一定会击中别人的 就是miss的情况很常见 那被人发现了你 然后就用很多鱼类去炸你 这种危险 对整队crew 我们讲到 所以就可能在这个武器本身 是很厉害的 但是整个系统去计算 反而可能会制造一个系统风险 就是你容易被人发现 那感觉似什么呢 那似就是我们说潜艇 看看有没有机会和陈博士说 就是潜艇都有防系统的 就是说呢 潜艇就发射一些防飞弹 就把现在在空中中追逐着它 那些飞机 就将它击落 例如我们经常说是P8 美国这些 它是反潜机 专门你出来的就常见 如果是这样 不如阻止了 我就在潜艇放支防飞弹 但其实难不难呢 现在的潜艇 它有一个垂直发射系统 就是我们说的 所以它要真的摆一支东西 当然也不是容易的 但是技术上又不会难到 是做不到的 但是大家发现 潜艇也很少做这件事 原因是 好了 我就当给你打低了一架P8 其实更加暴露了你的位置在哪里 然后其实对方蜂拥而至的武器 你潜艇又不够快 你又不够快得超音速地走 只会最后被对方发现打死你 所以其实潜艇是一种很不同的学问 大家发现 还有它最后终极 它都是要隐形 隐形是成为它最好的武器 所以陈博士可不可以这么说 它这个超空抛鱼类 成也快 大也快 你会发觉 在整个实际作战的时候 它能够造成一个很有效的打击力 而现在我们看到都未成熟 我会同意说 你能够揭合到那个隐形技术才是最重要的 是 好啊 所以今天这个超空抛鱼类 希望大家 除了平时在海賊王之外 今天都有一个更加深的了解 还有这种武器究竟还有没有未来呢 当然要看看 甚至是俄罗斯 甚至乎中国 会不会有兴趣去研究一下它 做一些改良 怎样令它那个弱点可以大大改善 这样 可能啊 可能啊 也有机会在战场上 看到这种武器的出现 都不出奇的 好 那我们这一节就来到这里了 那大家如果想听多一点 就是这些神奇武器 例如我们说的 这个超空抛鱼类啊 等等的武器 记得在下面就是大家一 那我和陈博士呢 有空就会研究一下 一些新的题目 就是未必是最新的 我们说现在他们正在做的武器 但是有些呢 古灵精怪 新奇趣怪的武器呢 其实有时候 都很多人是会想知道 想说的情况的 好 那我们在其他的节目 那我再和大家呢 就再见了 拜拜 拜拜